请你 我却有你的 吻你的 吻你的心 在车卧飞 一处高楼的险棋里 生涯 快要正随 乘风20245公分组选曲 一共有六首歌曲 三大阵营 这一次的三位队长分别是陈浩宇 七威 和杰 和杰是平个人人气拿到的乘风两团队长位置 陈浩宇是四宫成绩第一的乘风一团队长 而七威是剩下的姐姐成组自动成为队长的 一直到武功 七威无论上一场输赢都是队长 所以这一季节目组捧谁 谁会是最终冠军 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武功的和杰组 陈立军 刘欣 韩雪 郭碧婷 王林 苗苗 这一组有七个人 两个人气王刘欣和陈立军都在这一组 武功获胜的几率很高 他们组第一个舞台是破风 全组人都上了 第二个双人秀舞台是刘欣和陈立军合作的东风破 终于两位人气王合作舞台了 相信这个舞台成绩肯定会非常好 和杰也很想赢 派出了两位人气高的姐姐合作 让自己的大组迎面更高 武功的陈浩宇组八个人 比别的组人数多一位 第一个舞台是山风点火 参加的姐姐是陈浩宇 郑妮可 孙夏琳 万妮达 谢金燕 张雨昕 柳妍 第二个舞台是袁亚维和万妮达合作的歌曲《问风》 这首歌曲上一次改编很成功的版本 还是天赐的声音极客军衣和Gay合作的版本 真的很好听 不知道浪杰版本能否超越 武功的七威组七个人 第一个舞台是《密不透风》是一首原创歌曲 参加的姐姐是七威 蔡文静 萨鼎鼎 尚文杰 朱丹 杨景华 双人秀舞台是生活倒影尚文杰和法国姐姐Jazz 其中陈立军 刘欣 万妮达和尚文杰是有两个舞台的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更累一些 武功再次出现了队长秀舞台 之前的队长秀是六人舞台 这次队长秀是三位队长的演出 表演的歌曲是Shit Superstar 也是集艾瓦在乘风2023简短的拉票唱完后 节目组大概也知道这首战歌的力量 再次选择 去年在比赛过程中 无数网友都在期待艾瓦能唱试的歌曲 但节目组没给 今年让陈浩宇 和杰 七威三位姐姐翻唱 倒是很好的安排 但也很容易出现车祸现场 还有网友说他们三个人的音色和Shit的音色有相似之处 能否有新的音乐元素突破还不好说 只希望不要改变得太过怪异就好 整体的七个舞台中 团体舞台基本为唱跳 双人舞台可能占装唱更多一些 你们看完认为哪一个大组的迎面更高呢 一季度的综艺市场其实并不冷清 但距离热闹总是差一股劲儿 缺少一档真正的国民级爆款 但这一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因为芒果的浪劫舞即将开播 网传4月12日上线先导片 4月19日播出出舞台 又一年属于浪化们的夏日限定将火爆来袭 浪劫舞虽然还没有官宣阵容 但其实36人大名单早已经不是秘密 而且节目组已经录完了前两次公演 第一次公演之前 美国姐姐撒舌临时退赛 35位姐姐分成8组两两对决 跨界参赛的乐剧演员陈利军率队拿到全场第一 李希瑞和米斯寒一银惨遭一轮游 一公之后 俄罗斯姐姐Mari又退赛 网友们猜测可能是被召毁了 但也有网友发现她已经在俄罗斯参与录制了其他节目 总之 芒果这次的选人策略遭遇了大规模吐槽 看调侃干脆叫浪劫退赛季吧 4月8日 浪劫舞舞完了第二次公演 32位姐姐再次分成了8个小组 一公全场第一的陈利军组是安全线 胜他们则安全 输他们则危险 在1V7的形势下 陈利军组再次大杀四方 第一轮赢了和解组 第二轮被凭借赛点秀加分20的韩学组反超 但之后又连胜五轮 最终排名全场第二 也就是说 如果韩学组没有赛点秀额外加的20分 单论舞台成绩的话 陈利军组通杀了二公的其他7个小组 实力恐怖令人惊叹 二公之后 淘汰名单也很快被曝光 燕米 金孟佳 无恙和郭书瑶出局 其中 后三者在本期36人大名单中的存在感和人气本就不高 只不二公并不意外 但是 燕米在二公就早早被淘汰 应该是很多网友的意料之外 因为他不仅唱跳实力很强 而且自带不小流量 被公认即便成不了团 走到武功甚至总决赛也是没太大悬念的 只能说在浪姐这样的成名艺人敬演舞台中 人气终究不能与国民度化等号 三公的录制时间是4月25日 目前分组和选区都已经被曝光 而且从图片来看 很像是被内部工作人员泄露的 主题应该和与有关 28位姐姐被分成了6组 分别是两个6人组以及4个4人组 6位队长分别是何杰 七威 万尼达 谢金燕 尚文杰 Juz 他们首次带来这一季的队长合作秀 选取是林雨春的鼠秀 大概率会是国风舞台 两个6人组中 何杰带队正妮可 柳妍 范甜甜 赵玉欢和周扬 卿再次拿到了三公的原创曲目 拥抱一场雨 原创曲目是浪杰舞新增的赛制 一公和杰组合作了六边形雪花 二公正妮可组合作了觉悟 歌曲名字虽然奇奇怪怪 但都是唱跳舞台 节目组设定这一赛制 可能就是为了保证每次公演 至少会有一个唱跳舞台 相较于何杰组 另一个6人阵型的七威组 堪称三公的最强王者 大概率会拿到全场第一 首先 七威 陈丽君和刘欣 这三位本季的人气王居然抱团了 这让其他小组还怎么打 除非他们的舞台质量格外差 否则这组的高人气完全压不住 其次 有着剑魔脸的张雨昕 每次公演都被赞太美了 而且流量演员也自带人气 蔡世云人气可能不高 但舞台表现力非常强 杨锦华可能是唯一的短板 但依旧有情花加持 再次 七威组拿到的选曲狠诈 斑斑本身的氛围感就很好 无论是浮以声光电的纯唱 还是选择唱跳形式 这一组在选区上又多了一份迎面 四个四人组中 万尼达 陈浩宇 孙夏琳和李佳格将合作黄琳的小语 传唱度虽然不如她的嗨歌和哑 但旋律很好听 已适合改编成唱跳舞台 这一组平均人气堪忧 万尼达处于中卫区 陈浩宇存在感不高 李佳格应该在下卫区 而孙夏琳人气目前未知 可能有人挺不过三宫 谢金燕 蔡文静 麦和王林江合作蔡依林的招牌动作 知名度甚至高于斑斑 他们组在选区上同样有优势 毫无疑问 谢金燕组将唱跳 尽管这一组的人气不高不低 但如果舞蹈难度够高 而且53岁的王林不拖后腿的话 最终是有可能进入全场前三名的 上文杰 朱丹 苗苗和郭碧廷将合作与可为的时间主语 尽管后三者都不是专业歌手 但好在歌曲难度不高 尚文杰一拖三问题不大 但这样的战装舞台很难拿到高分 郭碧廷唱时间主语 本就是这个舞台的一大雪头 届时小时代 南乡 时代姐妹花等相关话题 无疑都会登上热搜 但不知道节目组在舞台上 会不会体现这一点 Jazz 韩雪 袁雅维和萨鼎鼎江合作 南拳妈妈的夏宇天 三大Vocal加有一些唱功的 韩雪佳玉这首歌完全没压力 大概率也是战装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 在被曝光的三公分族选取图中 七威和法国姐姐Jazz的名字的颜色区别 与其他人 所以他俩很可能是三公两大联盟的队长 前者可能是二公人气榜第一 而后者如今的黛玉被猜测 可能与巴黎奥运会有关 综上来看 三公的最强小组 无疑是三大人气王聚首的七威组 站进了天使地利人和 有节目组力棚的姐姐 有人气断层领先的姐姐 甚至选区都赢在了起跑线 除了赛点秀情况位置外 三公的七首选区总体来说值得好评 能看出节目组是舍得花钱买版权的 唯一的缺憾就是站桩舞台 多过典型的女团唱跳舞台 郎杰舞以24节期为主题或许是错的